大家好 歡迎收看澳門婦女聯合總會 和永利關愛聯合推出的愛心廚房最新一集 相信最近大家抗疫在家裡都看了我們的影片 然後個個變了廚神 吃吃就肥了不少 我們今天特別準備了一道美味清新又有益的 番茄濃湯浸魚片給大家 今天我們請來永利澳門米芝蓮兩星餐廳 永利軒行政總廚陳德光師傅教我們做食 德哥 你好 主廚 你好 大家好 德哥 我想問我們要做這道菜 要準備甚麼材料呢 我們做番茄濃湯浸魚片 我們的主料有桂花魚 番茄 薑 蔥 蔥 配料有蝦米 大油翠絲 芫荽 這邊有少少調味料 這道桂花魚都起了肉出來 這樣我們將皮向面 亦攪拌它 攪拌它 這樣清除了那些 所謂垃圾的東西 現在就下刀了 這裡下刀 一開魚之後呢 就變成一開魚了 嗯 例如這筷子 這筷子 筷子 前面這條 這麼厚 這麼厚 這樣 這裡 現在就開始 給大家醃這些魚片了 絲綠的鹽 生粉 加上小酒 以我所知 那些桂花龍魚的營養價值都很高 是啊 很高蛋白跡 加些大頭菜 加些薑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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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野味 跟那些魚很隔 加些薑絲 加些薑絲 就去掉一些腥味 這樣就將整個脆色提升了 嗯 德哥 我們醃了魚片 已經醃好了 下一步我們要做什麼呢 下一步我們就是煮湯 先煮魚頭湯 好啊 現在我就夠大家 煮魚頭湯 滴幾滴油 這個 加上 要爆香 對呀 爆香 加上薑 通常爆香料 就是你聞到香味 看到色質 它開始是金黃色 聞到香味 看到它已經轉金黃色 那你就可以 再加 加上蔥 對呀 加上蔥 哇 接著呢就可以 將這個魚頭 放下去了 那些魚頭原味 是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就留起它 才用來煮這個魚頭的 對呀 先別浪費了 好 一路慢慢 慢慢 慢慢炒 慢慢炒到一些 聞到一些香味出來 對呀 需要不需要變色 變白色 變焦黃色 焦黃色 焦黃色 對呀 這樣這個時候 就將火 夠到最大最慢 嗯 德國人說 這麼快又過了七至八分鐘 那我們的湯 是否已經可以開始起呢 對呀 煮著你看 膠都聞到很鮮香的魚頭 很香啊 對呀 我們呢 加上少許鹽 少許的鹽 對 這樣就夠了 嗯 加上少許的雞粉 那些渣是否不需要呢 對呀 湯就完成了 完全是將魚的精華都 這些就要原湯 都放進這個湯裡了 那我們剛剛做完湯之後 又可以拿到我們已經醃好的魚片出來 那下一步我們應該要做什麼 下一步我們用番茄 用番茄來放進魚湯那裡 要先浸一浸 嗯 明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好 茄狼素是這個蔬果 不是蔬菜之中呢 含量是最高的 吃多些番茄呢 還有這個抗氧化的作用 所以說呢 我們吃多些番茄 拿來煮食都好 那我們就真的越吃越健康 越吃越漂亮 那好了 煮起我們就倒去它 這個就是拿來備用的 是的 番茄連湯就放在一邊 先用普通的水 滾一滾 因為裡面已經熱好了 先讓水滾 好 再等一等水滾 待會就可以滾 待會就可以滾 我們現在這個步驟就是切一切 那些魚片葉是不同的 我完全聞到是有 當初我們加了一些紹興酒的味道 有些紹興酒的香味 還有一些大頭脆的鹹鮮味 噢 削完魚片之後就再隔起它 對 就不需要太久的 對 熟就可以了 太久的會怎樣呢 太久的會怎樣呢 太久的會滾 會滾 會滾 將這個 差不多完成了 對 已經完成了 將湯倒起它 對 但如果喜歡的朋友 又可以加多一點裝飾 令到這個菜更加美麗 可以用一些蔥和芫荽去代替 放回去 感覺到顏色就會更美麗 完成了 哦 麻煩你了 可以了 所以原來煮食可以非常簡單 如果喜歡吃得健康又煮得健康的朋友 就可以在家裡 嘗試煮多點這個醬汁 就用心魚片來吃吧